谁爱挖谁挖 反正我是不想挖了 我要回家 老铁们 我以为只有我家的鱼塘走不进去人 哪曾想东家这个鱼塘 比我家的还要慌 简直慌到鸡鸭鹅 进去了都会迷路 你们看 着急忙慌把我喊过来 塘里面的水不抽也不放 我过来之后看到现场 并且听他说 这个鱼塘41年没有清过鱼 然后我立马又问到 鱼塘里面的水 还有稀里巴 还有这些杂草 等等等等 一系列问题 哎好家伙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啊 东家当时是这样跟我说 鱼塘里面的水不放可不可以 鱼泥不清可不可以 把这些杂草弄开了之后 直接给我建三米宽的堤坝 我去 我听他说了这么多诉求 我竟然感觉自己无能为力 竟然感觉他说的问题 一个都解决不了 当时我那个身上啊 就直冒冷汗 牵着挖机 我就准备往回走 最终还是耐不过 东家的好说歹说 我就决定尝试一下 但我还是给东家说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 如果我不小心现车 喊挖机过来的救燃费用 必须得塌出 然后我们就爽快的达成了合作 心里把没有地方去 我倒是还可以想一想办法 可是这汤里面的水不放怎么行呢 于是我就在埋排水管的地方挖了一条槽 挖开的时候放水 水放完了一旧二变 排水管也埋到这里 我得个乖乖 这个鱼塘真的是太大了 目测应该有个六七亩 有一点值得劝信 那就是这个鱼塘 大部分的地方鱼泥还是不深 并且挖机在里面跑来跑去 不是特别容易现车 首先我清理掉了整个鱼塘的杂草 芦苇 实在是太多了 好说歹说 在鱼塘的这里面 找东家建了这么一块地方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杂草 全部堆到了这里 此时此刻我又在想 杂草虽然解决了 但是堤坝的土怎么办 没有别的地方吃土 但是堤坝 东家又说必须要加宽 如果在塘底挖干土 那肯定会挖很深的坑 这个东家肯定接受不了 思来想去 我就挖了这么一条堆放入里的潮 先把这个潮作为开胃菜 一边挖 一边让东家先看一看 尝试着让他接受挖潮的这个事实 要不然等一下一口气挖这么深 他肯定接受不了 老铁们还别说 对于堤坝需要土的这些事情 我真的太矛盾了 东家又需要重建加宽堤坝 日里也没有地方去 鱼塘还有这么多水 而且到处都是农田 建堤坝的土也没有地方去 太难了 太难了 我真的太难了 刚才挖了这么一条潮 东家似乎也接受了我这种做法 老铁们看视频就不要喷了 这种情况下除了这个办法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我就距离堤坝10米的地方 挖了一条2米深左右的潮 老铁们仔细看 这个潮我挖的深 但是没有挖的很宽 因为鱼塘里面全不是稀里巴 根本就挑不出一块干土的地方 至于挖深不挖宽的目的 很简单 就是做起来比较快 并且用日里填坑的时候也非常快 孝日 咱们讲的是孝日 对不对 还有一点 老铁们肯定又要吐槽了 这么深一条槽 填这么多稀里巴 其实很多的老铁可能不知道 只要等个一两年 槽底下三分之二的高度 就会沉淀到挖机都能走 嘿大哥 你要看挖机就占软一点看 不要离我这么近好吧 真是太不安全了 一百多米长 持土建堤坝 你们千万不要喷得太厉害了 实话实说 没有一点工作时间跟经验的积累 需要土的多少 还真的是不好控制 特别是像我今天这种 只有一次性持土的条件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持土的经验 像今天这个堤坝 一百多米长 宽的地方很宽 窄的地方就只剩下一个田梗 那么我在持土的时候 一边挖还要一边观察 哪些地方需要土多一些 那就要想尽办法 把这个地方多放一些土 然后又观察到 有些地方很宽 不需要多少土 那就凭经验 尽量的少丢一点 只要感觉够用就行 那么这样一来 其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我挖槽持土的地方 是一样宽一样深 一边后退 一边往后面挖 挖的土是一样多 堆放土的地方 比例不同 这种情况 就是要不停 非常繁琐的去转土 把那些 不需要多少土的地方 多出来的土 非常有耐心的 转到需要的地方 哎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很多人干活 控制不了土的多少 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你能多一点耐心 不厌其烦的 多转几次 自然而然 控制土的多少 这个问题 十回有八九回 你都能够控制到位了 老铁门看 我这个履带 都走到这个边边上来了 我只想说 今天这个堤坝 除一点土 真的不容易啊 整个堤坝的边坡 首先填好统一的宽度 跟塑料的高度 再给它船部捡一遍 当整个边坡顺畅了之后 再给它拍紧 最后再给它抹一遍 就OK了 咱们现在挖机开到了鱼塘 把刚才挖槽的这一条坑 给它填起来 老铁门再看 我堤坝建好之后 堤坝脚下的平面 距离挖的坑 大概还有四米左右宽 所以老铁门 根本就不用担心 垮肯定是不会垮的 你们看 这么宽 它怎么可能会垮 再强调一下 就是挖槽的这一条坑 首先我承认 这是池头当中 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是我在堤坝脚下 留了这么宽的平台 再加上坑里面填的 这个稀里巴 等个一两年 挖机都能走 基本上也就不存在 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可惜了 这个橘子树啊 上面结了好厚的果 这个东家 就这样毫不犹豫的 叫我给它挖掉了 而目的 就是想堆这么几产 稀里巴 嗯 不乏善 反正我是觉得不乏善 我去 这个鱼塘我都挖了几天了 人都挖懵了 整个塘底都走了几天 没失血 难不成这最后一点收尾的工作 还要让我在这里洗洗脚 实话说 我当时慌了 跟去年在那里现车一样的慌 甚至说 当时的心情都是一模一样 但是呢 怎么说 我这个人开挖机 确实有一点强迫症 整个鱼塘这么难 都被我快搞完了 最后这么一点点 哪怕是帽子现车的风险 我也要给它做完了 过去 糟了糟了 又走不动了 虽然话说出来很潇洒 可是潇洒归潇洒 就是风险 以及代价有一点大 赶快掉个头 往心里把扫的地方走 不做了 不做了 还做百分百现车了 嗯 这个东家就是个牛腊梗啊 非得叫我把这一点心里把给它堆完 要不然 它就不给我结账 你们说搞笑不搞笑 真心不容易啊 把整个塘底终如弄完了 快马加鞭 赶快上去 赶快上去 不然等一下东家又弄出什么妖蛾子 反正现在我爬上来了 我是再也不会下去了 你就是不给我结账 我也不下去了 OK 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简单安逸了 爬上堤坝 一边后退 一边把整个堤坝整一整平 土多的地方就往挖金履带压的槽里面扫一扫 再给它用挖斗拍一拍抹一抹 三下五除二 速度也是非常快 就搞完了 OK 老铁们你们猜我这个鱼塘挖了几天 每天小赚几百生活多汁又多彩 感谢大家的点赞加关注